台北市拖婴中心抢手有家长投诉议员 明明去年11月就下定还付了5000元的保额费 但是在2月时却改列后补家长很生气 不知该让孩子喝出去 躺在床上小婴儿超可爱 爸妈要去上班只得找人托付 有名台北市大安区的家长 去年11月小孩子刚满月 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拖婴中心还有名额 缴了5000元的保额费 约定在今年5月送托 没想到2月中却接到业者来电 小孩在后不阶段无法如期要再找其他家 那我听完当下晴天霹雳 因为我再过三个多月就要回去上 现在要我去哪里找 我对业者出而反而的说法感到相当的愤怒 只愿退费不肯履约 让家长相当傻眼 但是法规却拿业者没辙 因为根据3月22号为福部发布的 拖婴中心定期化契约 应记载及得记载事项核定本纪范本 规范拖婴中心得收取服务费项目 但不包含保额费 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名额 顶多就是退钱而已 那这样的讲法对于这对父母来讲 其实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业者收了保额费 应该要有权利跟义务 议员指出 北市187家的私立拖婴中心 有105家收保额费 但只有一家申报 且保额费的金额不一 最低的1000元 最高甚至收到1万元 还有以注册费当保额费 家长事后跟业者和解 并在社会局安排之下 转往其他家的脱婴中心 只是付了保额费 就是希望名额能被保障 对此社会局长终于收回应 确实有疏漏 两个月内会提出 北市保额费的管理办法 TVBS新闻于是和洪亦婷一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